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产品中 最著名的包括茶叶 丝绸和陶瓷 陶瓷中有一种瓷器 被浪漫的法国人称为中国白 整个欧洲都为他疯狂痴迷 那么中国白是什么瓷器呢 欧洲人为什么对他如此狂热呢 中国元朝制元年间的一天 福建泉州港的码头上 几艘巨大的商船已经整装待发 这时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指挥工人 又将两箱器物装上大船 眼看着器物被一排排马放整齐 外国人才满意地点点头 这个人就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他最后又装上船的货物 是泉州当地生产的瓷器 马可波罗在泉州已经游历一段时间了 他看到这里的港口 每天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大批商人云集于此 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在泉州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非常丰富 当地生产的瓷器品质精良 而且物美价廉 一个威尼斯银币就能买到八个瓷杯 所以在马可波罗离开泉州回归故里时 他不顾山高水长 路途遥远 专门携带了大量泉州当地的瓷器 原来宋元时期 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大宗的外贸商品 在泉州港 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器物 被源源不断地装上货船 运往世界各地 为了节省成本 大宗瓷器都采用就近生产 就近装船卖运的方法 这大大刺激了当地瓷窑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 外销瓷生产基地 包括近江瓷造窑 南安窑 德化窑等等 其中德化窑历史悠久 生产的瓷器产量最大 德化窑通常建在山坡上 为阶梯式龙窑 拱形窑式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 紧密相连 阶梯式古窑利用斜坡高度差 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 窑式升温快 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余热 是一种结构简单 但是非常科学的窑形 德化窑烧制的瓷器 以生活日用瓷为主 常见的有瓷盘 瓷碗 瓷瓶等 为了满足外销的需要 有的瓷器也是外国商人专门定制的 比如军池 就是伊斯兰国家的信徒 在做礼拜之前洗手用的水瓶 由于当地的瓷土细腻洁白 所以德化窑出产的瓷器不加彩绘 以白瓷 青白瓷为主 洁净的色泽更体现出原材料的质地美 德化窑白瓷也被誉为不化妆的瓷 据不完全统计 元朝时德化窑白瓷 已经卖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从泉州港出发 经过三条不同的航线 抵达世界各地 往北到朝鲜 日本等国 往东到达台湾 澎湖列岛等地 往南到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再转运到非洲 欧洲等地 宋元时期 德化窑外销词 以生活日用词为主 到了明代 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 德化窑外销词更趋于工艺化 变成了一种装饰品 整个欧洲都为他痴迷 明朝嘉靖年间 在德化一户人家的窗口 隔一段时间 就会摆上一件新的瓷器作品 瓷素人物洁白通透 栩栩如生 过往的路人都觉得奇怪 经常聚集在这里 七嘴八舌 对瓷器作品评头论足 瓷器作品的主人 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只要有人挑出毛病 作品稍有瑕疵 他就会把瓷器直接打碎毁掉 最终只有他认为 百分之百完美的作品 才会留存下来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瓷胜 何朝宗 原来 明朝的时候 德化瑶的瓷艺师们逐渐发现 当地的陶土很特别 普通的陶土比较软 容易变形 而德化的陶土可塑性极强 瓷艺师们逐渐将瓷器与雕塑艺术 相结合 用优质的白瓷制作出形态不一的佛像 传说中的神仙 古代名人高士等等 瓷器雕塑应运而生 而其中最著名的瓷艺家 也是将德化瓷塑艺术推向极致的 就是何朝宗 何朝宗自幼受环境熏陶 喜爱瓷塑工艺 他刻苦钻研 雕刻起来 常常废寝忘食 有一次 何朝宗烧制了一百尊观音像 由于这批瓷器早就定制出去了 何朝宗烧得格外认真 严格控制着每一个环节 终于到了开窑的时候 当熊熊摇火熄灭 一尊尊观音像 展露真容的时候 所有人都傻眼了 观音像的身上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 徒弟劝何朝宗 师父 这一窑塑像利润颇风 不如想想办法 何朝宗默默地摇了摇头 坚持将观音像全部毁掉 埋在了摇旁边的山坳中 后人将这座山称为观音山 何朝宗所做出来的作品 他都是非常精益求精 他对艺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的人物塑造 他的神情是非常到位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观音照相 你看他的观音 他的双目是微合的 眼观鼻 鼻观心 可以让人看到 他这个脸庞表现出来 是一种非常庄严树木的一种感觉 业内专家实际上 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他就觉得以陶瓷的生硬 表现他肌肤之柔软 以陶瓷之生冷 表现肌肤之温润 以陶瓷之脆性表现一则之柔软 是堪称一节 那么前后无人能一直比肩 每当有了德意之作 何朝宗都会在瓷器作品后面 留下专门的葫芦形或方形印章 内刻何朝宗三个字 以何朝宗为代表的明代德化白词 逐渐形成独特的瓷素风格 以繁复奇绝的雕塑工艺著称 如卷似玉的人物塑像 精雕细琢的工艺词 如梅花碑 工道碑等 一经销往海外 就受到欧洲贵族的热捧 浪漫的法国鉴赏家 将这种瓷器称为中国白 认为它们是中国瓷器中的上品 在皇室贵族的热捧之下 大宗的外国订单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泉州 十七世纪的一天 在德国有一位奥古斯都大帝 坐在皇宫中 正拿着几件洁白的瓷器 爱不释手 这些瓷器都是从遥远的 中国泉州出发 经海上丝绸之路 飘扬过海 最终到达德国的 自从第一次见到 这种中国的白瓷 奥古斯都对他的喜爱 就到了疯狂的程度 他大量搜集购买中国白瓷 然而 欧洲也出现了白瓷 供不应求的局面 白瓷比黄金还珍贵 有钱也经常买不到 怎么办呢 奥古斯都决定 派人专门仿制白瓷 他召集了全国最好的巫师 工艺师 把他们关在皇宫秘密的地下宫殿里 要求他们仿制中国白瓷 奥古斯都下达命令道 仿制不出中国瓷器就要你们的命 巫师和工艺师们提心吊胆 绞尽脑汁 由于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 欧洲人并不知道瓷器是如何烧造的 他们发现这些瓷器坚硬洁洁白很光滑 觉得很有可能是用某种动物的骨头做成的 于是他们反复利用各种动物骨头 想做出这种中国的白瓷 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结果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欧洲王公贵族的眼中 拥有细腻华美的中国瓷器 是身份高贵的象征 在欧洲流传的一首著名诗剧中 就有这样的描绘 请给我倒杯茶吧 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碑 诗人看似不经意的一笔 却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 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 欧洲人对德化白瓷的评价 似乎非常高 他们把德化的白瓷成为中国白 意思就是代表中国白瓷的最高水平 那么明代的时候 德化白瓷出口到国外 都是被欧洲一些皇室贵族 他们手收藏 他们每当有重要的宴会的时候 都会把德化白瓷拿出来作为餐剂 这时候每一位客人的后面 都会站着一位瓦人 那么这个瓦人名义上是照顾他们吃喝 实际上他们更重要的一个任务 是保证这些瓷器的安全 因为有很多客人可能对这些瓷器非常喜欢 他们在吃完的时候 有可能就把这些瓷器顺走了 所以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德化白瓷 是钟爱到什么样的程度 同众多的外销瓷一样 德化瑶白瓷受到欧洲王室的追捧 他们将买来的白瓷小心翼翼地珍藏 从不轻易使用 但是他们觉得这样似乎还是不够 于是有些欧洲贵族煞费苦心地 对白瓷进行二次加工 他们给瓷器的身上穿金带银 有的在盖子上镶嵌金边 有的在胡盖与驰柄之间装上长长的银链 极具中国特色的瓷器增加了西方人的审美 别有一番中西文化合璧的特别韵味 这些特殊的外销白瓷 是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 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 也是古代航海家的乐园 早在明朝正和下西洋之前 就有一位伟大的中国航海家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拜访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国宝档案为您讲述古代中国人 扬帆起航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ded因为 pref gern这个相片損 能签起航 sanctions 旁边 哎